席卷台湾各宗派教会的幸福小组运动 究竟如何点燃各教会的步道热情 从热闹登场的幸福小组启动主日 到受洗见证丰收主日 都是为了营造教会步道文化 以台中东海灵粮堂为例 因着推动幸福小组 预计今年就有400人受洗 比过去受洗人数增加一倍 伴修龙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您施洗 教会祝福小组神借着大家的分享和经历 使我卸下了心房和面具 神开始在治愈我来自原生家庭的错误 可能是圣灵带来的一些力量 对 让我愿意去相信祂 那希望在之后 也可以透过信仰 上帝的代理 那可以让我们家人 甚至我自己 得到不请的工作 或是健康上面的满足 百人受洗 公开见证 当台上新家人 娓娓道出福音的大能 再次激励参与幸福小组的同工 陆陆续续都会有不同的挑战 可是因为神的爱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 那同工之间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之后 其实大家的那个爱心 真的被耐心也被扩张了 做幸福小组的期间 他们会学习自己生命要改变 要扩张 因为要对人更有爱 要有耐心 那么他们就自己学习怎么突破 那么也要倚靠圣灵的能力 幸福小组其实 他所强调的就是说 一般的教会都想教会增长 但是我们都没有路可以走 我们传续福音 遇到很多的挫折 但是幸福小组 告诉我们一条可行的路 只要你照着这样做 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 正是如此 幸福小组营造教会自然的步道文化 鼓励人人透过关西网邀请朋友 并让传福音成为门徒的信仰实践运动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